连日大雨袭击加意 也造成了逐旗香山区多处道路摊坊 边坡路段遭到冲毁 一大半的马路是直接消失 居民的出入也成了问题 而更让当地居民头痛的是 台电电塔地基也因为暴雨被掏空 村民很担心会有坍塌的风险 赶快找台电人员到场处理 一大半马路直接消失不见 地面上都是断裂痕迹 再往下一看 迪沙里除了混着碎石树枝 还有破碎露面 原本要到谷原工作的村民 看到这个景象简直吓傻了 做几十年都没有煮到这样 这次放一个 看着都有人说 这次放这样露和露都不通 村民只能先想办法 将受害赵轻微的道路 恢复通行 嘉义竹起香水涩辽 往光滑村露面发生摊坊 沿路还有树木倒塌 居民输入成了问题 隔壁的金石村也难逃大雨袭击 之前才因为走山而重新施工 二号暴雨又冲毁边坡 令村民担心的是 不远处就是台电电塔 地基也面临掏控危机 往光滑村 这个重要干道 地基都流失 这都没办法 大家可以走勉强通行 离我们的基础 大约有55公尺 今现场平址 我们可以强度安全乌鱼 乌鱼产工的安全 中南部连日大雨狂炸 山水路况不稳定 民众进出海洋 特别当心 在嘉义综合报导